欢迎气功大师黄正斌老师 欢迎姐你好 我们知道你是气功老师 很少人知道说原来他就是 冠军牛肉面的老板 今天上面有两道 一道是你要不要来介绍 气锅牛肉面 对 这是清炖的气锅牛肉面 曾经获得了台北市2009的 清炖组的冠军 冠军 好棒 那这个是我们贵花的清炖的牛肉面 那它只得到了2014年的 国际的民厨邀请赛的金牌 一直都是冠军或金牌 奖杯在这里啦 艳莉姐 我有时候可以吃了吗 对不起 因为实在是 看起来太好吃了 好 其实国外有很多媒体 都来采访过你们 是的 对 但是却是在这一波疫情当中 差一点撑不过去 我们想打造就是 牛肉面是台湾之光嘛 对 那我们家就是把它做的 就是色香味 还有就是我们的超明激进 所以说这个日本跟 美国的一些媒体啊 杂志都来我们家来访问 但是这一次的疫情呢 大家知道那个观光客 都不能飞过来了嘛 对 所以说那这个 新门丁都是一个重灾区啊 那我们就撑得很辛苦 但是我们是觉得说 因为员工嘛 每一个员工都是一个家庭 那我们硬撑下来的原因 是我们不希望员工 没有工作 对 所以说我们员工就跟老板 就是大家彼此感情很好 我们决定说我们就要咬紧牙关 来撑下去 撑下去 对 因为我觉得好东西 硬要让它留下来 对 这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色香味 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 这个桂花的牛肉面 对 它本身有加上那个就是 我们的桂花籽 桂花籽 对 所以说它颜色 你看它是一个色香味的 琥珀色的一个汤头 对 然后呢 就是当桂花以前在 古时候也叫做天香 对 所以它的味道是可以跟我们的那个 牛肉汤头完全没有违和 对 所以说我们的那个汤头 就得到了那个国际的那个金厨奖 这个气锅我要掀起来 我以为这是云南米线的 哇 好可爱哦 它这个是牛肉汤哦 对 对 那气锅来讲的话也是很有秘诀的 它事实上就是云南的一个 一个就是一个特有的一个器具 对 它可以把牛肉的原汁原味 锁在这个汤头里面 所以我是喝喝喝喝喝 然后这一边吃吃吃还是倒过来是怎么吃 这是我们那个国内首创的 干丝分离的一个吃法 哦 分开吃 是的 对 那当然有时候 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就比较有创意啊 对 他觉得说我还是习惯把它倒进去 也可以 对 也可以 你高兴就好 没错 我来问一下洪医师 你喝了牛肉汤的口感如何 其实我很怕吃到一些食品添加 或过多油盐糖的饮食 这是一个清炖的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道地一个肉的那个香甜味在里面 那加上它的调味刚刚好 我觉得这一道料理真的是这个 健康的一个养生的料理 我觉得是其实可以多设计 你被迷你肯定啊 现场还有财经专家 一般很多牛肉面店的筋 其实是很硬咬不动的 它的筋入口即化 真的很好吃